上月,流亡海外的泰国前总理英拉英格拉克希尔卧尔,成为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下称,SICT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,英拉希尔卧,泰国前总理,国防部前部长,著名企业家,1967年6月21日,出生于泰国青麦府,第四代泰国华裔,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封顺县塔下村。 梅州克家人后裔,是泰国前总理他姓希纳瓦最小的妹妹,比他姓小18岁,年轻时参加过选美比赛。 英拉先后在泰国青麦大学和美国肯塔基州立大学,取得政治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学位。 2019年1月,出任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董事长,英拉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商界。 他1994年任泰国彩虹传媒公司总经理,1999年任泰国AIS电信公司副总裁,2002年至2006年任AIS电信公司总裁,2006年至2011年他任SC地产公司总裁。 在成为泰国卫泰党的总理候选人之后,英拉辞去其全部商界职务。 2011年8月5日,在第24届国会下议院,第二次会议上,当选为泰国第28位总理,成为泰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。 2015年1月23日,泰国国会弹劾前总理英拉,泰国立法议会就前总理英拉大米独持案进行弹劾并投票表决。 参与投票者219人,赞成190人。 弹劾案或通过,按照泰国法律规定,英拉在未来五年内将被禁止从政。 2017年9月,泰国最高法院就大米独持案,判处英拉五年有期徒刑。 但是,在判决之前,英拉已离开泰国本土,其兄他信也曾担任泰国总理,后被政变推翻,流亡海外。 公开资料显示,2018年12月12日,SICT的法定代表人出现变更,由林达奇变为英拉。 SICT注册资本金8800万美元,香港合计港口汕头有限公司,出资6160万美元。 占股70%,汕头招商局港口有限公司,出资2640万美元。 占股30%,后者是招商局港口发展深圳有限公司,与汕头市国资委合资成立。 分别占股60%,40%,原本属于合计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下称。 合计港口的SICT已被前者从官网上移除。 但截至发稿,SICT网站上仍显示其为合计港口成员企业。 至于合计港口将这部分股权出让给哪一方? 公开的工商资讯也未雨显示。 据了解,英拉祖籍原为中国广东省梅州市封顺县,客家人。 先后就读于泰国清卖大学和美国肯塔基州立大学。 他曾担任他系家族电讯企业AIS总裁,房地产公司SC Asset Corp总裁等职务。 来源,杭州交通91.8。 版权规原则者所有,侵权请联络删除。 编辑,么么的。 小道路,侵权的项目。